我們現在第一個主題是這個 RSS ATEM 然後ATEM Publish ATEM Publish 是一個Protocol 然後 然後現在大家比較熟悉的是 Google Data API GData 怎麼樣在Google Google他們 那這都是同樣的一套東西 就是你要去 再拿別人這個 存在這個 我們說在Web的現在最重要的幾件事情就是 我們要用別人的內容 用別人的Data 然後用別人寫的程式 那怎麼樣用我們自己來寫程式 用別人的API 去抓別人的Data 那這個裡面 它有哪一些標準可以讓我們遵循的 或者是哪一天我自己提供一個服務 那我來寫好我的程式 然後我的Data 我的內容要提供給別人來用 那我要怎麼樣來提供給別人用 那我要用什麼樣的這個 那下面你要用什麼樣的這個機制 怎麼樣來傳輸 有沒有一定規定 然後呢 OOS 怎麼樣是 確認這個人 是可以來用程式來access 來存取你的Data 或者這個人 他是不是真的一個人 他是不是經過認證 他可不可以做這個事 他是不是真的一個人 他基本上是一個程式 可能程式的這個擁有者 寫程式的那個人 他是好人還是壞人 他是不是真的一個你可以讓他做這個 所以他是不是一個人 在認證他 然後他可不可以抓這個內容 那內容是他自己的內容呢 還是別人的內容 所以他可以抓到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 比我們一般認為說 很像我就是 可以做到 我可以做到這個功能 做到這個功能 那個 最後做秀的時候用的 那 可是中間你在規劃你的這個服務的時候 這些 是誰的內容 誰的Data 如何做 那這些 那這個後面呢 就是 在web的這個演技的過程裡面呢 有這些protocol 有這些 機制 那幫忙 所以我們大概會看這幾個 一個是rss rss我想大家應該是比較熟悉了吧 rss就是 用來 用來做這個 我們 像我們現在有很多rss reader google reader 大部分 我想有些同學 我們每次上課都會問 我們大二的第一堂課開始問 有哪些同學用google reader 哪些同學這個 這個 大家怎麼樣獲得新的資料 大部分同學 新的資訊 從各種不同管道 從這個 你的Facebook的這個 朋友裡面 或者看這個新聞網站 但是 你要自己做個人化的話呢 那 rss reader 是最好的 我 我用一個software 我可以讀取這個 不同網站裡面 它的最新的這個更新 那 那 這就是rss 那Atom是什麼 Atom是rss的這個 下一版 後一版 它做這個 它做這個 做內容 主要是做內容的這個 更新用的 這個一個技術 那 那當然 web上面 這個我們前面也談過 web上面主要 一開始的時候都是用pool的這種形式 pool就是我是從瀏覽器去把資料拉過來的這種形式去獲取資料 但是呢 rss呢 我們也談過好幾次 就是我們用push的方式 那當然不一定是只有用rss push push有很多的方式 push 在這個 呃 在這個很多的 呃 技術裡面 在手機的技術裡面 在很多技術裡面 呃 都有這種push的這種概念 像 像這個 呃 新的hpp protocol 叫spdy 它裡面也有這個push的概念 所以push的話是由server推到client端來 那 那推什麼東西來呢 是推的這個內容我可以看得懂呢 那這個 就是我們要談rss的這個 rss會跑出來的這個動機跟原因 那 呃 在整個 整個這個架構裡面 有很重要的一個 呃 protocol叫做atom publish protocol 像atom跟rss這兩個東西 我們把它先混用 它的不同處 後面可以有投影片會看 基本上 你要把資料推過來 或者在 在後端 你要能夠 要管理我們後端很多很多的資源 那 那這個時候 rss或atom它只是一個資料格式 可是在後端 你兩個 兩個這個web server之間 或兩個這個 呃 或是我kind端要管理 這個server端的資源的話 那這個要怎麼樣的來 呃 來 來管理呢 我們說在 在這個http裡面 我們本來可以由clime端 跟server端 用這個get post get post delete 是有這麼多的 ok 下有很多的這個 measure 對不對 metry request裡面 可以有了 get host delete 對 對 對 那 有很多的這一類的 那 hcp裡面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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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cp裡面針對的什麼 hcp裡面針對的 它是 針對一個 你可以想像是一個網頁 針對一個網頁 或針對 網路上的那一個 那個 存在的那個 那個支援 在做 新增刪除查詢修改 那 那 那 所以有post delete put get 有這些東西本來就有了 hcp 它是更進一步了 它能 它能夠這個 呃 當作一個類似 midware的 midware的這個東西來做 好 我們等一下再來詳細的看它 怎麼樣 我們要做類似的 做這個新增刪除查詢修改 做的quad crud quad代表哪 四個字 過去修過課 都要考過很多次了 quiz沒有考過很多次了 quad代表什麼 create 然後呢 read update elite 就是我們基本上 在資訊 你在寫任何程式的時候 就在做這四件事情 新增刪除查詢修改 那我們現在的概念就是 我們通過web的protocol 來做這四件事情 通過web的protocol 來做這些事情 做比較高層的來做 通過上面的protocol 那為什麼 在這裡要同意做一套新的東西出來呢 因為我們現在在 跑上去的時候 我們的資料 變成更高 以sml為表示資料的格式 所以rss atom 他們都是 sml的這個 為基礎的這個格式 所以 所以為什麼說 我們說到了這個 像這堂課的話 你前面要有一些背景 就是sml 對這個 http 有些基本的認識 那再看這些protocol 就比較知道它的動機跟原理 那rss 其實它有一段歷史 而且它的 如果像 譬如說我要考rss的全名是什麼 那你大概有三個答案 一個是rdf的site summary 一個叫rich site summary 或是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所以我大概不會考這個通訊 因為這個 就是它早期剛出來的時候 它本來是用在新聞網站 新聞網站 它新聞要讓 讓這個 接收的 接收者得到即時的新聞更新 我們新聞一直有新的新聞 新的事件發生 新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那 所以它不見 它不是都是由技術的人 在 提出來的 所以rss一出來的時候 好幾樣 好幾 好多個人突然 突然都想到 這個 這是很好的一個縮寫 所以 目的也都差不多 做新聞的人叫做新聞 sdiction 然後做這個 做內容的人 他rdf rdf這個東西 是 我這裡先不去談它了 這個是在所謂的 web3.0 或semitic web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 也是也是沒有表達 它用來描述 網路上面 任何資源的這麼一個標準 叫rdf site summary 就是 那 那觀看名詞 大家不知道它是什麼 那我們看個例子 我們有rss 基本的rss 現在已經很少用了 現在大家都說atom 那我們看個例子 大概就 就知道 它是 內容包含什麼 好像 它譬如說 這是一個rss feed 就是說 這個 這早餐新聞 早餐新聞 然後這個 這title是早餐新聞 然後 這是一個網站 link是在這裡 那裡面 這早餐新聞包含什麼呢 包含了這個 orange juice voted best fruit juice 就是說這個 新聞裡面說 有一條新聞是這個 投票出來的最好的這個 果汁 第二個是這個 第二個新聞的第二個 item呢 是 就是 SME 這是一個組織 New Flakes Blake and Nut Series 就是賣片 就是最新的一種 新型的賣片 那 第三個item呢 那就是說 有一些其他的早餐 你可以想說 這個網頁現在有三個新的 新的資料要出來 這個是我們 這個網頁內容 那如果把它變成 iSS feed的話呢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還有一個title 然後有一個link link就是一個網址 然後裡面有些item item裡面再有title 這個item裡面再有title 那大概就這麼簡單 就是item 那 那你可能說 那 新的東西 所以 你的網站要一直provide 一直要提供 我新的東西出來 所以 你要提供別人訂閱的功能 所以 你要 我們做 做一個 content內容的取得者 一個使用者的話 那我們是要去取得別人的內容 那我們要去訂閱 那 那如果是在 我們內容的提供者 內容這種可能 你這邊就必須要提供這些 feed 給 給這個使用者 讓他們去訂閱 所以 你常常看到這個 我們會看到 有一個這個符號的話 那個就代表 這個 它提供這個 feed 那這裡 是另外 直接從 這個 瀏覽器上面 看這rdf的file 那 這個rdf是什麼 rdf是我們剛才強調 稍微提過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那這個是一個資源 就在網站上面的一個資源 那 那 這個資源 不見都是一定要用這個方式來表示 那rdf是屬於比較低層一點的 那我們這裡不詳細去看